当地时间27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在纽约出席残疾人主题邮票纪念版章首发式 彭丽媛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夫人 有存则一道为纪念版章揭幕 彭丽媛发表致辞表示 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中国和联合国共同发行 以中国残疾人为主题的邮票纪念版章 反映了中国和联合国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 抑郁重大 在中国政府和全社会都关心残疾人 残疾人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 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 使全体残疾人共享公平尊重关爱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们要一起努力帮助残疾人实现梦想 成为我们大家庭中有生活 有尊严有贡献的一员